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流量试验方面 安装在马桶的产品 安装后必须要能够减少30%至50%的用水量 而水龙头或连蓬头的配件 每平方公分一公斤的流水压力测试下 安装后必须能减少20%至90%的用水量 在操作性能测试部分 安装在水龙头的电子式产品 在离开使用状态时 必须在一秒内自动止水 在弱电状态时 则必须具备自动断水功能 耐用性能方面 必须通过50万次以上的使用测试 如果是使用电池的水龙头 一次电池必须通过20万次以上的测试 此外 配件若是属于电子控制阀产品 还必须提出符合电子相容性品质 和温湿度组合试验的相关证明 在不更换现有的供水设备前提下 消费者可以选用省水器材配件 同样的也能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